连剑 南斗星域的一处绝地之中 这里是成群的火山 有大有小 巨势鼓鼓地冒着热浪 偶尔还有着可怕的火焰喷波而出 这里是一处 就算第三步大到至尊都不想踏足的绝地 突然 整片区域的地面都开始猛烈颤抖起 所有的火山一同爆发 不过 他们喷出的并不是岩将 而是一团团浓郁的灰雾 紧接着就听吼的一声 最大的那座火山之内 突然传出一道震天的嘶吼 声音阵的灰雾翻腾 隐约可见 在灰雾之中 一头长着双翼的凶兽张开了翅膀 身形近乎遮天蔽日 与此同时 连接的另外一边 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海 原本平静的海面突然开始剧烈翻腾 掀起惊涛骇愣 无尽的寒水吞没海边的一切 这股力量太强太强 已然脱离了海啸的范畴 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海啸的威力怎会如此可怕 其中居然蕴含有大道之威 嫡系 绝对是嫡系 大家快做好准备 距离海边不远的宗门巨势震惊万分 不过很快 他们便做出了应对 宗门之内 众多的弟子纷纷走出 临空而令 施展法术 共同抵御海啸 放眼望去 周围的一切都已经被海水吞没 只剩下宗门的护盾还在苦苦之称 仿佛下一刻便会轻浮 海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种力量 就算是大道主宰都做不到了 所有人看着那滔天的海浪 都感到心惊胆战 按理说 到了他们这个境界 对于普通的天灾早已不放在眼里 然而此刻 他们却再度感受到了天灾的渴望 这 这难道是天的力量 有人心惊地想着 快看 那是什么 忽然 有弟子惊骇的尖叫出声 却见在海浪之下 一个巨大的影子轰然浮现 它身处于海水之中 身躯如同一片遮天蔽日的乌云 正急速游来 同时 海面上也不断有着一缕缕灰雾飘散而出 将整片海域的空气都染成了灰色 哗啦 那缩大的影子突然从海水中冲天而起 巨口一张 瞬间便将这个宗门吞入腹中 整个元界 各处都在发生着巨变 沉睡在各处的不祥挥舞 好似复苏了一板 有的从地底 有的从水中 巨势不断地喷涌而出 急速扩散 一片片地域开始沦为挥舞的事迹 同一时间 略天蒙的总部 一名戴着面具的高大身影 站在大厅中央 正面对着一堵奇异的墙壁 与其说是墙壁 不如说是一个透明的柜子 在柜子的中心位置 一团团灰雾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球体 在不断地翻滚 除此之外 柜子中还并排摆放着各种神异的质宝 有刀 有剑 有一幅画 还有一柄弓 居然与洛神弓一模一样 这些质宝并不是本体 而是能量体 但却完美地继承了本体的所有力量 而那个灰雾 正是自称为天的不祥灰雾 面具难看的躁动不安的灰雾 眼眸中闪烁出诡异的光彩 激动到 鱼尔终于有人咬勾了 不祥挥物出世 这片天地将再度倾提 我的机会来了 哈哈哈哈 画面一转来到云族 南南等人正带着洛神弓 从祖地中走出 刚一出来 他们所有人便同时一愣 抬眼看去 外面的天地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天空灰蒙蒙的 给人一种压抑制的 君君道人的眼眸猛的瞪大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外面的不祥挥物 怎么这么多 几乎蔓延至每一个角落 祖地一看 天地倾覆 原来这就是天地倾覆啊 那个守木人 不是说我们还有时间吗 怎么一出来 外面直接变天了 他们看着此时的天地 内心不由地 升起了一丝排斥之意 恩公 恩公出来了 云族组长激动地一路小跑 对着众人倒头变摆 小老儿云晨 叩谢各位的救命之恩 君君道人连忙上前 将云晨扶起 笑着道 云族长不必客气 这件事本来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杨检则是疑惑道 云族长 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哎 当年不祥挥物笼罩原界 无数的人和妖被其沾染 开始借助不祥之力修炼 虽然这强者们最终镇压了不祥 但是被沾染的那群人并没有被全部消灭 而是随着不祥之力的消失陷入了沉睡 如今挥物气息重现 唤醒了这些人群 不祥之力再度笼罩了大地 云晨的语气中充满了字子 悲哀道 我云族辜负了主上的委托 愧对整个元界 君君道人安慰道 云族长 云宫那群人也是被不祥蛊惑 失去了理智 才会做出这种事情 你不用自责 他们见识过挥物蛊惑人心的本事 稍不注意就会被其沾染 当年的古族也称得上是一方霸主 但还是被挥物蛊惑利用 云晨的眉头依旧没能舒展 就在这时 他眉心处那个火红色的印记 却是突然散发出刺目的光芒 同时 洛神宫和洛神剑也都散发出阴云之光 紧随其后 云族的所有人 眉心处内的印记也都纷纷闪烁起 云晨的身子顿时一震 随后对着楠楠等人再度跪拜 前程道 我云族 愿为诸位恩公孝全马之劳 其他的云族之人也是一同跪地 其声道 我云族 愿为诸位恩公孝全马之劳 龙儿楠楠同事一乱 顾解道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龙儿楠楠同事一乱 顾解道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云晨开口道 我们的血脉与洛神宫相连 刚刚洛神宫发出了指示 破开不祥的契机 就在你们身上 让我们竭尽全力地协助你们 求各位恩人不要嫌弃 闪闪眉头一条 不可思议道 这柄宫 虽然有着意识 还是说 你们的主上并没有死 云晨悲戒道 主上已经死了 不过他的意志还寄托在这柄宫中 他一直在等待着 等待破开不祥的契机出现 破开不祥的契机吗 如此说来 那七大战魂也都一样吗 纵然战死 也要将意志化为战魂 等待着新的契机出现 不对 不仅仅是七戒战魂 还有元界中的很多 元池圣境也都是这样 无数的先辈留下传承 留下力量 只为在新的世界中 给后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他们一直在等待着 南南的眼眸中满是泪花 鸣声道 放心吧 不祥肯定会被再次镇压 龙儿也是点头道 没错 当初在七戒之中 不祥所引发的大姐 最终就是被大家合力镇压 这次在元界也不例外 随后 南南等人也不再耽搁 带上洛神宫便向着四合院赶去 云族的众人则是直接出山 先行探查如今的局势 同一时间 整个元界都陷入了极度的震动与恐慌之中 无数人看着虚空中游走的挥舞 都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诡异力量 紧接失神 这 这是什么力量 为什么以前从未见过 整片天地都发生了巨变 我感觉 定然是有着大事即将发生 没错 有好几处绝地中 都有着难以想象的威压出现 似乎有着某种可怕的东西正在苏醒 哈哈哈哈 听说这灰雾是一种全新的力量 我吸收之后 居然直接突破了瓶颈 还真是个好东西 灰雾之力绝对是大机缘 大造化 大家快吸啊 与此同时 那处火山绝地已经完全沦为了灰雾的事迹 无尽的灰雾依旧从火山中源源不断地喷出 向着绝地之外蔓延 一名白衣老者站在绝地的边缘 深邃的眼眸注视着眼前的灰雾 宝金风霜的脸上却满是平静 只见他缓缓抬手 一缕金光从五指尖一散而出 星星点点地融入虚空之中 随后消失不见 就在灰雾张开锯口 欲要将其吞噬之时 一股磅礴的力量 却陡然从其体内轰然爆发 大到围牢 净空所欲 威严的声音从他嘴里吐出 刹那间 一条条金光丝线凭空浮现 这些丝线连接成一个金色的囚牢 将整个火山绝地统统封锁 无尽的灰雾宛若被捆绑一般 再难突破分毫 这片绝地 绵延不知几万里 却被这老者一言封锁 纵然是不祥灰雾 都难以突破 轰隆隆 伴随着一阵风鸣 一个巨大的虚影从灰雾中缓缓飞出 那是一头身背双翼的黑色巨龙 狭长的眼睛中 灰色瞳孔迸射出冰冷的光芒 恐怖的威压向着老者镇压而行 冷力的声音从他嘴里传出 愚蠢的护道者 我沉睡了这么多年 你居然还守在这里 老者平静道 从你沉睡的那一刻起 我便在此地开宗立派 阵风这处绝地 识相的 就请速速退去 巨龙不屑地狂笑出声 哈哈哈哈 就凭你 也想挡我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全新的力量 同一时间 滨海之地 一名背着九幅路的中年男子 也是缓缓地踏空而来 他穿着随意 脚步踩塌在虚空之上 身子摇摇晃晃 好似喝醉了一般 不过 随着他的道路 一条无形的屏障也随之出现 原本咆哮翻滚的海浪 但凡过界 便会瞬间蒸发 化为虚无 现场顿时出现了一个奇观 一半的世界海浪滔天 汹涌至百丈之高 而另一半世界却滴水未占 形成了精卫分明的两个世界 中年男子醉熏熏地指着海水 悠悠开口 挥物影响了酒的味道 步道者酒徒 在此请不详退散 哗啦啦 海水翻涌 从两侧散开 中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 匿名看似人形 但身上却长满蓝色鳞片 耳朵细长的高大身躯 缓缓地踏步而出 他看着酒徒 冷冷到 新的时代降临 我只想让灰雾彻底沾染这方天地 你若此时离开 我可以饶你宁宁 酒徒连连摇头 不可能 灰雾影响了酒的味道 请你速速退去 找死 那人的眼猛猛的意味 海水轰然爆发出一阵凶猛的咆哮之音 无尽的海域在此刻好似化为了一个整体 很快便凝聚成一头无边无际的凶手 张开锯口向着酒徒吞没而去 哗啦啦 眨眼间 那道看不见的屏障便被冲散 海水遮天蔽日 吞没一切 酒徒满怀醉意地笑了笑 不慌不忙地把葫芦拿在手中 高高举起 将其内的酒倒入嘴里畅语 酒一入口 就好似倒入了火焰一般 瞬间点燃 酒徒的身上 一团团红色火焰拔地而起 与海浪形成水火之势 恐怖的高温顿时将涌来的所有海水桶桶蒸发 就在原界各地的灰雾 相继复苏之时 南南等人也终于回到了洛仙山脉 俗话说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三哥 石碑见到洛神宫 当即幻化出身形 目光复杂地看着 然而 洛神宫已经无法与他回应 因为当初幻化的战魂一面 仅留有至强者的一丝一指 石碑默默地看着洛神宫 神色哀愁 龙儿开口道 石碑叔叔 元界又出现了不祥之力 可能跟哥哥有关 我们得赶紧回去吧 什么 不祥之力 石碑的眼眸中陡然迸射出金光 充满了对不祥的厌恶与仇恨 他对着洛神宫道 三哥 不祥之力重现 我们又可以联手 这次定然可以将他彻底抹杀 随后 南南等人便告别了石碑 快步向着山上走去 只不过 他们的神色并不轻松 君君道人惊骇道 没想到啊 不祥之力的源头 竟是来自于元界 封印在七界中的仅仅是一小部分 杨检也是深吸一口气 探声道 从元池圣境的数量就可以看出 当年为了封印不行 是强者们的战斗 是多么惨烈 此刻 他们据是惊骇于那不祥挥舞的可怕 刚刚在返城时 元界的好几个地方 都突然爆发出一股惊天动地的威压 而那些威压所在的地方 无不是喷涌着浓郁的不祥挥舞 很显然 他们都是无数年前 修炼不祥之力的存在 龙儿坚定道 不管那挥舞有多么厉害 哥哥都一定能将他们统统消灭 君君道人的眉头微微一皱 对着龙儿喃喃开口道 两位仙子 你们是想直接告诉高人 那不祥挥舞的事情吗 龙儿摇了摇头 哥哥一直强调一个凡字 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总感觉不宜点破 君君道人凝重地开口 确实不宜点破 而且 我们还要死死守住这个秘密 女娲的眉头不由的一条 开口道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君君道人长叹一声 接着道 云族圣地的那个凡字 虽然威力无穷 但如果真是高人所写 那就说明 纵然是当年 高人也没能镇压住不祥 甚至 他还败了 此话一出 众人脸色顿变 杨姐沉生道 师祖的意思是 高人之所以一直以凡自居 可能正是因为当年 没能彻底消灭不祥 从而再做新的准备 君君道人点了点头 大概吧 如果高人当初真的败了 如今以凡自居 很可能是在躲避不祥 而如果高人没败 这么做 可能也是为了能够 彻底消灭不祥 不管是哪一种 我们都不能轻易地 去唤醒打扰 说话间 众人已经来到了半山腰 熟悉的四合院 顿时映入眼帘 天宫的几人连忙停下脚步 前不久刚刚聚餐结束 他们不敢去频繁打扰高人 只有龙儿喃喃手持落神宫 进入了四合院 哥哥 我们回来了 不过迎接他们的却是妲己 笑着道 公子正在打理后院了 你们不在家 这些粗活只能由公子亲自做 火凤则是看着他们手中的落神宫 好奇道 这便是你们就出的战魂吗 此行还顺利吗 龙儿的小嘴顿时一笔 担忧道 不太好 这次我们似乎闯祸了 火凤疑惑道 怎么了 当即 龙儿喃喃便将发生的事情 统统讲了一点 听着他们的讲述 妲己等人的脸色瞬间凝动起来 不详现实 公子的自己 天地倾覆 无疑不再诉说着这次变故的严重性 喃喃缩了缩脖子 开口道 妲己姐姐 不祥之力似乎非常可恶 现在也不知元介怎么样了 恐怕情况不容乐观啊 秦曼云心惊道 如果元介真的被不祥彻底笼罩 那就太可怕了 妲己全音片刻 这才接着道 其实 前不久我已经发现了不祥挥晤的特殊之处 现在听你们这么一说 更加确定了心中的猜测 龙儿不由的心中一喜 妲己姐姐 你知道不祥挥晤是什么了吗 打紧没有回答 只是抬手一招 桌上的一个冰状水晶球便飞入她的手中 这还是当初大劫之时 抓获的不祥挥晤封印在冰层中 从而做成的景观盒 她把水晶球对着众人问道 你们看看 这跟之前有什么不同 喃喃等人连忙看向景观盒 仔细地上下打亮着 忽然 龙儿的瞳孔陡然瞪拔 惊呼道 挥晤似乎变少了 其他人也都是浑身一颤 充满了震惊 当初 挥晤明明充满了整个水晶球 但是如今 其内的分量 却只剩下一半不到 喃喃不由地担心道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不祥挥晤还能逃跑 不是逃跑 而是融入到了四合院中 打紧一边说 一边缓缓地伸出诱使 伴随着法力的催动 一丝挥晤居然悬浮于她的掌心之上 与法力融为了一体 打紧姐姐 你这是 吸收了不祥吗 龙儿的眼眸陡然瞪拔 充满了震惊 其他人也都是关切地看着打紧 这不祥挥晤可是连天都能沾染 而且一旦沾染 必然会引出天大的麻烦 纵然是至强者 都要将自己割裂开来 才能封印不祥 面对众人关切的眼神 打紧却是淡然地摇了摇头 放心吧 并不是我吸收了不祥 而是这四合院吸收了不祥 从而让四合院中的灵气与大道 发生了某种未知的变化 面对众人关切的眼神 打紧却是淡然地摇了摇头 放心吧 并不是我吸收了不祥 而是这四合院吸收了不祥 从而让四合院中的灵气与大道 发生了某种未知的变化 我也是踏入大道主宰之后 才察觉到这一点 随着四合院不断地吸收不祥 院子里的大道之力 居然变得更加完整起来 好似在与不祥挥晤相互弥补 什么 四合院中的灵气 居然可以与不祥互互补 众人闻言 都是微微一惊 秦曼云骇然道 难道四合院在吸收不祥之力成长 还是说 不祥之力原本就是天地间缺失的一步 南南也是皱眉道 妲己姐姐 难道以前四合院中的大道是残缺的 不不不 妲己摇了摇头 准确来说 更像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提升 也就是说 吸收不祥挥晤 可以提升四合院的修炼上限 秦曼云的眼眸中金光一闪 激动道 我懂了 难怪公子会收集不祥挥晤做成警官 并摆放在四合院中 原来是为了我们了 大家都知道 最初的四合院可不是这样的 南南的眼眸中顿时划过一丝追忆 是啊 哥哥的四合院 可是一步一步成长过来的 最初只是灵根与灵水 虽然对于修仙者来说 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但跟如今的四合院完全没有可比性 随着四合院一步步的升级 灵气愈发充足 道运不断升华 甚至后来将洪荒升级为神域 再接着将整个七界凝聚成一界 如今灵根已变成了大道灵根 灵水也成为了大道灵犬 而现在 四合院吸收了不祥挥晤 居然还在向着更高层次迈进 这时 原本趴在地上的大黑 也缓缓地站起了四肢 若有所思到 难怪我感觉最近吃的灵根中 蕴含的力量更多了 原来是四合院在成长了 这么说来 不祥挥晤还真是个好东西 得去多抓些回来 汪汪汪 龙儿小心翼翼道 可是 我们会不会被不祥沾染了 火缝开口道 公子既然让我们用不祥做成警官 那说明一切都在公子的掌握之中 说不定 公子正是要借此成长 从而对抗不祥 打几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大家无需担心 我的法力并没有什么异常 也丝毫没有被不祥沾染的征兆 这同样是我们变强的机会 听闻此言 众人都是紧了紧拳头 眼中闪过坚定之色 不祥之力实在是太过可怕 如果无数年前的结局 真的如猜测的那般 那我们必须要变得更强 才能为高人镇压不祥 念急于此 喃喃立马挥舞着小拳头兴奋的 那我们就定一个小目标 先抓他一个亿 最终将其震傻 这时却听吱哑一声 李念凡从后院走了出来 看向众人笑着道 我说怎会如此热闹 原来是龙儿和楠楠回来了 哥哥 龙儿楠楠大喊一声 立刻飞奔过去 哥哥 您辛苦了 我帮您擦手 哥哥 我帮你擦鞋子 原本后院的活是由他们做的 离开后却是高人亲自带牢 这让他们感到甚是愧疚 此时纷纷围绕着李念凡大献殷勤 李念凡欣欣慰地接受着他们的服务 心情也跟着开心起来 笑着道 怎么样 人就出来了吗 龙儿点了点头 虽然历经一场恶战 但好在是就出来了 李念凡点头道 没事就好 等一下给你们做一桌好吃的 好好犒劳一下 龙儿楠楠立刻眼眸一亮 惊喜道 哇塞 哥哥最好了 咦 这把功倒是挺霸气的 是你们带回来的吗 李念凡注意到墙角的落神功 顿时眼前一亮 功身火火 如同有着生命的火焰在跳动 边缘和中心处镶嵌着金色 宛若太阳的光辉 功身之内还刻着精细的图案 这脉象绝对是功中极品 楠楠点了点头 是的哥哥 这也是我们这次出去的收获 好功 真是把好功啊 太高大上了 李念凡忍不住将落神功拿在手中 再想想自己制作的弓箭脉象 顿时生出一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跟这个比起来 自己的弓箭简直是丑暴了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突然感到一阵手痒 想要试试这柄帅气的弓箭 于是随口道 楠楠 要不要哥哥给你演示一个帅气的射箭姿势 什么 高人要射箭 众人的心底都是猛的一跳 巨师瞪大着眼睛看向李念凡 来了来了 高人又要开始表演了 比高人的强大 如果使用落神功 只怕这片天空都会被射出一个窟窿吧 看到众人的反应 李念凡不由得尴尬道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虽然我只是凡人 但射箭我还是很拿手的 楠楠激动地开口 哥哥 那你射吧 哈哈哈哈 你们可看好了 李念凡大笑一声 紧了紧手中的弓箭 随后缓缓抬起 虽然这只是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但在众人的眼中 却莫名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此时 落神功就好似李念凡身体的一部分 拉弓仅仅是一种身体的本能 同时 李念凡还不忘趁机对着众人说教 与其悠悠道 凡善射者 都很重视基本姿势 因为他是射箭的基础 这个基础越牢固 射出的箭就越随心所欲 犹如必识 你们记好这些口诀 身端体质 用力平和 年功得法 下剑从容 前推后走 功满失成 要想射得好 口诀要记牢 身端体质 用力平和 前推后走 功满失成 嗡嗡嗡 随着落神功的拉抬 这片天地都是猛的一尘 李念凡的身形虽然没什么变化 但在达起等人的眼中 他已然成了这片天地的中心 一鼓鼓骇人的气势从他身上一散而出 使得天地失色 四合院外 天宫众人并没有离开 感受到四合院中的气息 他们纷纷瞪大了眼睛 这 这股力量 莫非是高人出手啊 话音刚落 就听嗖的一声 一道无法形容的剑膀陡然划破天际 转瞬即逝 虽然仅仅是惊鸿一品 但众人全身的汗毛 还是不由自主地倒数起来 强 太强了 他们感觉这一刻 自己见到了天地间最为可怕的力量 甚至产生了一种顶礼膜拜的重拢 就在这时 君君道人的瞳孔却是猛的一锁 惊悚到 那 那是元界的方向 同一时间 元界中的不祥灰雾越来越浓 灰雾爆发的地带也越来越多 更只有许多修士经不住灰雾的诱物 开始借助灰雾修炼 报仇 我要报仇 请您赐予我力量吧 我要杀光他们所有人 毕明修士双膝跪地 面容猙獰地仰望苍穹 以他为中心 虚空中的灰雾纷纷向着他的体内倒挂而去 哈哈哈哈 力量 这正是我渴望的力量 杀杀杀 他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脚步一慢 瞬间便消失在了天边 女人 我要女人 有了强大的力量 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将成为这里的主宰 哈哈哈哈 乱了 整个元界都乱成了一锅粥 此时的北天星域 这里有一座山峰 高耸入云 外形好似一柄插入地面的巨箭 一重重恐怖的剑气环绕着整座山峰 霸道无双 纵然是大道至尊都不敢随意撒影 山峰之上有一个宗门 名为神剑宗 此时 两名老者正站在宗门大殿的屋顶之上 他们一黑一白 看着漫天的灰雾 巨视眉头紧促 神剑宗上下 任何人都不准吸收灰雾 为令者杀 白衣老者突然严肃地开口 声音瞬间传遍整座山峰 回响在每个弟子的耳畔 黑衣老者则是长叹一声 担忧道 整片天地都陷入了不祥之中 你知道命令又能撑多久呢 白衣老者沉生道 不超过三天 作为宗主 他心里清楚 平时的命令自然会全宗遵从 但是从天地倾覆的这一刻开始 一切秩序都将失衡 黑衣老者点了点头 灰雾可以迅速提升修士的实力 虽然大家都知道 灰雾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的性情 让负面情绪不断放大 但是 当你的对手吸收了灰雾而变强 你不吸收 那你便会落后 这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 就算能够守住本心 但所面临的 将会是一群非常可怕的怪物 白衣老者沉生道 除此之外 灰雾本身还有着捕获人心的能力 可以激起人性最深处的贪念 就算是当年的至强者 都有人中招 更何况是一般人 黑衣老者抬头望天 忧心忡忡地开口 你看 就连天都变成了灰色 发现这一点都不仅仅是他 整个元界 从各个方向都不难发现 原本湛蓝色的苍穹居然变成了灰色 就连天空的白云也被染成了灰色 灰蒙蒙的天空 宣告着整个元界的天已经变了 黑衣老者颤声道 宗主 怎么办了 这种天地之变 已经非我们所能掌控 灰雾 绝不能吸收 白衣老者语气坚定 他仰头看着苍穹 白衣烈烈作响 当年的至强者们曾留下一言 他将会再次降临 彻底斩断不响 如今不响已先 他又在哪里 真的存在吗 突然间 一抹金色的亮光穿透乌云 从灰雾笼罩的天空照射而下 犹如利剑一般 瞬间便将灰雾展开了一条裂缝 黑衣老者的瞳孔猛的一锁 死死盯着那道金光 颤声道 那 那时 一根剑 到底是从哪里射来的利剑 还未降临 就将天空割裂成了两半 白衣老者也是身子一沉 激动道 这股力量堪比不详 难道传言都是真的 嗖的一声 那剑光的速度 已然快到了极致 穿透长空 自无边无际的苍穹之上横渡而过 人界之大 难以想象 但这箭矢的力量 却好似无穷无尽 一路穿梭 无人能挡 被灰雾笼罩的天空 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废纸 被这利剑从头到尾 统统划破 紧接着 笼罩在整个元界的不祥之里 也如同被阳光照射的春雪 迅速消融 天空又重新变成了湛蓝色 神剑宗的屋檐上 那一黑一白两名老者 一反平时的宠辱不惊 此时笑得老脸都皱在了一起 白衣老者激动道 哈哈哈哈 出现了 祖上的记载果然都是真的 这世间居然真的有力量 可以抵挡不详 黑衣老者也是捋着 胡须不住的点头 是啊 我都快被吓死了 若是真的沦为挥舞天地 连灵气都被不祥沾染 那我们也不得不迷失自己 世人常说 只知死地而后生 万事万物都会有一线生机 纵然是不祥之解 我们也可以向无数年前移 将其再次镇压 世人常说 只知死地而后生 万事万物都会有一线生机 纵然是不祥之解 我们也可以向无数年前移 将其再次镇压 白衣老者眼眸锐利 随后运转法力 声音在整个山脉中滚滚回荡 所有弟子听令 但凡修炼挥舞者 格杀勿论 另外 此即日起 我神剑宗愿意开放剑主 赠剑于天下人 听闻此言 神剑宗的所有弟子纷纷抬头 叙事满脸震惊 什么 开放剑主 这是真的吗 赠剑于天下人 这也太牛逼了吧 宗主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入神剑宗三万六千年 都没能踏入过剑主半步 这下机会终于来了 我一定要入剑主 得到一柄神剑 与此同时 元界的其他地方 不管是修士还是凡人 统统抬头看天 透着前所未有的震惊 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妈呀 终于重见天日了 灰雾居然消失了 那金光到底是什么呀 太不可思议了 改天换地 这才是真正的改天换地 究竟是谁 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是啊 这可是笼罩了整个元界的巨别 毫不客气地说 我想要穿梭整个元界 都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 那金光和灰雾 却可以瞬间改变天地 这也太可怕 这绝对是两大恐怖如斯的大佬 在相互搏异 还好灰雾被进化 身处其中 我感觉我的精神都受到了影响 那金光定然是希望之光 太好了 这片天地终于有救了 就在灰雾笼罩天地的这段时间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灰雾的渴望 首先便是那压抑到极致的气负 让人狂躁不安 其次便是 这灰雾已经让无数人陷入了疯狂 实力大涨 并造成了大量杀戮 还有一些修士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吸入灰雾 变成白毛怪为霍一方 原本很多人都已经绝望 灰雾的存在 会让世界沦为以负面情绪为主宰的世界 不用想都知道 那将是何等的恐怖 却万万没想到 会有金色箭矢刺划破苍穹 带来希望 将光明重现人间 同一时间 那处火山绝地之中 滔天的灰雾已经逐渐平息 老者看着那头被生双翼的黑色巨龙 冷笑道 嘿嘿 你刚刚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蔫了 来来来 没事出来走两步 黑色巨龙蜷缩在火山绝地的范围之内 惊骇地看着天空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无数年前 这股气息明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怎么可能会再次复苏 这不科学 老者呵呵笑道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你们可以等待不祥降临 我们同样也可以等着他再次回归 黑色巨龙不甘道 妈的 虚张声势 天道一变 失去的绝对不可能重来 我就不信 他可以王者归来 老者戏谑道 别嘴硬 没事出来走两步 黑色巨龙死死盯着老者 片刻之后 却是转身退去 冷冷道 我们已然等了无尽的岁月 也不差这么一点时间 等着吧 新的时代终将到来 你们这群明顽不灵的互道者 得益不了多久了 随着他的离去 那些喷勃着不祥挥舞的火山 也全都平息下来 画面一转 滨海之地 酒徒高高地举起酒不入 向着自己嘴里灌酒 大笑道 哈哈哈哈 太好了 这片天地总算是得到了进化 我的酒再也不会被污染了 他旁若无人的倡议 丝毫不担心面前那滔天的海浪 海水之中 那道人影狠狠地看着酒 神色不断变换 跟我们作对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再等一段时间 将没人能够阻挡我们 最终 他留下一段阴沉的话 同样是转身沉入了大海 而与此同时 四合院依旧平静 李念凡缓缓地将弓放下 赞叹道 这弓不仅外形帅气 质量也非常过瘾 真是一把好弓 他的弓上并没有搭建 仅仅只是拉弓 试了一下手感 弓弦震战的声音也很悦耳 可见才智非凡 妲己等人 这一刻才从刚刚的力量中醒悟过来 一个个巨势心潮起伏 弓箭射出的那一刻 他们分明能感觉到 整个世界都被定格 好似全世界都承受不住那股力量 直接选择了死机 虽然不知道那一剑射出了什么效果 但是心中也隐隐有了些许感应 外面绝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男男双目放光 激动道 哥哥 你这也太帅了吧 我要学习射箭 你教我姿势好不好 李念凡得意地笑道 哈哈哈哈 没问题 射箭我可是专业的 虽然没有法术那种威力 但姿势绝对是帅的一品 你们等我一下 说罢他便一路小跑 进入杂物室中 很快就拿着一本书走出来 随手丢给男男 笑着道 这本书叫射箭技巧大全 给你 自己拿去学吧 太好了 谢谢哥哥 男男开心地点头 接着便颇不及待地打开了书籍 谁知下一刻 他的眼睛就陡然瞪打 在他眼中 书中的那些动作 都好似活过来了一般 壁鼓鼓恐怖的气息扑面了 人影晃动 以天地做长弓 以大道为利剑 势不可挡 镇杀一切 仅仅是看了第一页 男男就感觉气血翻涌 书中蕴含的锋芒与杀戮 居然让他都承受不住 连忙将书籍合上 这分明就是通往这墙的射箭之路 哥哥这是想让我 重现当年使用洛神功的 那位主上的风采 射箭和美食二选一 你会怎么选 龙儿则是对射箭根本不感兴趣 此时 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美食上 哥哥 咱们到底吃什么呀 李念凡微微一笑 今天咱们撸串 什么 撸串 所有人的眼睛同时一亮 巨视充满了对美食的渴望 太期待了 李念凡开口道 来来来 大家一起动手 先把火升起来 烤架搭起来 然后想吃什么 就自己去拿 再配上美酒 咱们吃个痛快 上次打了那么多的野味 各种肉质都有 种类繁多 不用来烤串可惜了 我要吃那头大黑牛 穿成串绝对好吃 那头白虎头上的龙脚可以吃吗 我想要烤来尝尝 汪汪汪 烤鹿尾 我要吃烤鹿尾 他们一个个飞奔到冰箱跟前 挑得眼花缭乱 片刻之后 丝丝缕缕的炭火缓缓升起 顿时让四合院变得热闹非凡 与此同时 四合院外 天宫的众人才刚从那一件的威视中回不未来 紧接着 他们的鼻子就不约而同的狠狠一抽 瞬间陶醉在了从四合院中飘出的美味里 我操 好香啊 高人他们又在吃美食了 是啊 这味道香入骨髓 闻一口就抵得上一天的修炼 爱了爱了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些妖怪都喜欢待在高人的山头了 纵然是外围成员 只要每天能闻闻香味 听听音乐 捡捡垃圾 都已经是无数人 想都不敢想的造化 刚刚高人那一件 定然是冲着原界的挥舞去的 杨姐 你赶紧带人去探查一番 忽吃忽吃 为什么是我呀 我要在这里闻美食的香味 萧成风你去 我才不去呢 我死都要待在这里 这味道太上头了 忽吃忽吃 然而下一刻 他们的脸色就同时一变 连忙捂住自己的鼻子 蹊跷生烟 抬眼看去 却见王尊和苏晨正扛着粪桶快步走了 王尊大老远就兴奋到 哈哈哈哈 还好赶上了 又可以闻到美食的香味了 苏晨也是点头的 是啊 他们这次吃的食物似乎很特别 味道更香一些 随后 两人一起将粪桶放在地上 盘系坐下 就开始陶醉在美味之中 天宫众人则是看着面前的粪桶 嘴角不停地抽搐 萧成风当场就忍不了了 直接破口大骂 我操 你们两个 是不是特意过来恶心人的 以后吃饭 是不是也要摆个粪桶放在桌上 王尊则是语重心长道 萧道友 你如此浮躁 说明你的境界还不够高啊 只要平心静气 就可以自动过滤 闻道香气 萧成风当即道 放屁 你们分明是成天挑粪 对臭气已经习惯了 跟心静有个毛的关系 萧道友 既然你如此说了 那我们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王尊凝重地看着萧成风 郑重道 你说得对 我们就是来恶心人的 说道 他历史哈哈大笑起 嘚色无比 太爽了 让你们也好好感受一下挑粪的工作 苏晨也是笑着道 不好意思啊诸位 挑粪也就这点乐趣 谢谢你们的成全 但话又说回来了 这味道虽然是臭了一点 但多文文对身体还是很有好处的 没错 来来来 这些挑粪用的抹布 你们拿回去多文文 争取早日习惯 王尊和苏晨 你一言我一语 直接把天公众人给气得脸都绿了 纷纷亮出了自己手中的家伙 王尊不由地警惕道 干啥呢 只要你们敢动手 我这粪桶可就倒了 此话一出 天公的众人顿时就愣住 粪桶要是真的倒了 那责任可就大了 这不是拿高人来压我们吗 就连涵养极好的军军道人都忍不住 愤怒道 你们是真的狗啊 杨检却是看着抹布突然道 这抹布也是高人给的吗 王尊笑着点了点头 没错 怎么样 对你们够意思吧 这些抹布都是被李念凡淘汰的垃圾 用来清洗粪桶的 布料很足 王尊并不心疼 天公众人看着抹布犹豫了两久 最终还是咬牙收下 臭虽然是臭了一点 但不可否认 他确实也是宝贝 萧成风酸溜溜道 哎 能待在高人的山脚就是好啊 随随便便就能发家致富 嘻嘻嘻 就在这时 一只火却飞到了墙头 对着众人不停鸣叫 军军道人心念一动 连忙道 鸡道友出现在这里 是不是高人有什么分负 那只鸡点了点头 我子微微一扬 开口道 打几仙子分负 挥物对主人有着大用 你们多多关注 尽量收集一些 听闻此言 天公众人当即面容疑速 也不再跟王尊探讨臭味的问题 历史飞身离去 抓紧时间去完成高人交付的工作 然而他们刚一踏入原界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纷纷到抽一口凉气 什么情况 这还是我们离开前的原界吗 不想挥物呢 满世界的动荡呢 都去哪里了 怎么转眼就恢复正常了 反差要不要这么大 女娲的眼眸中带着激动 鸣声道 定然是高人射出那根剑的缘故 军军道人点头表示认同 没错 高人那一剑的威力 简直旷骨朔精 既然他射出了那根剑 自然可以镇压不祥 原来一切都在高人的掌控之中 萧成风感慨道 一剑即可平息动荡 这便是高人的风采 可惜啊 我没能亲眼见到当时的圣景 萧成风感慨道 一剑即可平息动荡 这便是高人的风采 可惜啊 我没能亲眼见到当时的圣景 杨简也是从敬道 如今高人将不祥镇压 收集挥物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 必须要借此机会 将挥物彻底清理干净 众人都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丝毫不敢怠慢 当即便展开了行动 只不过如今挥物隐退 想要找到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们只能先让天兵天将打探消息 同时前往云族 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 此时的云族 刚刚经历了祖地之节 正在休养生息 见到天公众人 当即便迎了上去 云族长老脸通红 敬畏地颤声道 各位道友 刚刚划破苍穹的那一剑 可是高人所设 杨简慎重地点了点头 低声道 此时我们知晓即可 高人只怕是在与不祥博弈 万万不能暴露踪迹 我懂 我懂 云族长连连点头 激动的身子都在颤抖 甚至老眼中还有着泪水一出 萧成风顿时惊呆了 忍不住道 云老头 你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还哭起来了呢 妈的 又是个资深老舔狗 仅仅是听到高人的消息 就能有这么大的情绪 绝对是舔到至尊 这等拍马屁的功底 实属罕见 又多了个劲敌啊 诸位有所不知 云尘抹了一把眼泪 接着到 当年主人曾经跟我们说过 他一直追随在一位至高的身后 虽然我们从没见过 但是却能感受到 主人对那位至高的崇敬之情 这一见 让我感觉是那位至高回来了 所以才会这么激动 天啊 当年的至强者 居然还追随在一位至高的身后 众人闻言 纷纷心头一动 顿时又想到了祖地中 那位守木人所说的话语 果然啊 高人在无数年前就曾与不祥争战 如今依旧在延续之前的战斗 这一次 换我们追随高人 定然可以将不祥彻底抹去 军军道人则是直接道 云组长 我们需要抓一些不祥挥物 你可有寻到的办法吗 云尘开口道 这个不难 不祥挥物虽然被高人一箭射退 但是沾染了不祥的羞耻 肯定不会甘于寂寞 他们迟早会引起动荡 到时候就可以过去将其补破 女娲的眉头微微一皱 不甘道 难道我们就只能甘等着 云尘笑着摇了摇头 也不尽然 之前不祥挥物爆发之时 我特地留意了附近几处挥物浓郁的地方 距离这里最近的一个地方就在西南 挥物浓郁之地 自然更容易寻到不祥挥物的蛛丝马迹 军军道人当即起身 西南方吗 我们这就过去看看 人界的西南 飘渺宗 虽然只是一个小宗门 但形势风格平稳 也算是当地的一方势力 并且 飘渺宗的宗主被云长 修为也是不弱 已然达到了第二步至尊巅峰的境界 然而就在不祥挥物爆发后不久 飘渺宗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场浩劫 此时 整个飘渺宗已经被杀戮之气弥漫 众多弟子在大殿前的广场上斗化 绚丽的法术在虚空中不断爆炸 地上早已被鲜血扑满 这时 一名弟子迈步杀入大殿之中 全身都散发着暴虐的气息 盯着大殿中央的那名老者 低沉道 师父 我已经劝过你好多次了 你如果能早点将飘渺心经交出来 事情也不至于变成如今这个局面 贝云长注意到他眼底的那一门灰气 瞳孔猛的一锁 力声道 松明 你身为飘渺宗的大师兄 居然也借助不祥挥物修炼了 松明冷冷一笑 若非如此 我的实力又怎会突然爆炸 贝云长怒斥道 孽徒 我说过 修仙之人谨慎第一 此武器甚是邪门 定然会有着弊端 你怎么能轻易吸取 松明面容争鸣 大声道 还不是被你逼的 如果你早点将飘渺心经传给我 我又怎么会冒险吸取挥物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快把飘渺心经给我交出来 贝云长痛苦地闭上眼睛 探声道 哎 外面那些造反的弟子 也跟你一样 全都修炼了挥物吗 松明哈哈笑道 没错 强大的实力谁不喜欢 弱肉强食便是这个世界的根本法则 弱小就是罪过 就得死 贝云长缓缓地向前走出 束手而立 身上的气息流转 冷漠道 飘渺心经你就别妄想了 还有谁修炼了不祥挥物 都站出来 我今日便要清理门户 说把他虎目一扫 身上的气势瞬间拔高 宗主之威竟显无疑 谁知下一刻 大殿中的弟子全都向他举起了长剑 眨眼间 站在中央的贝云长就成了重视之地 能够站在这大殿中的十几位弟子 基本都是天赋上家的内门精英 然而此刻却纷纷叛变 贝云长原本还在拔高的气势顿势一致 脸上的表情也不负从容 内心慌得一批 妈的 连自己的内门弟子都靠不住了吗 这么一算 玄宗居然有八成以上的修士 都借助了挥物修炼 而且 这些弟子因为借助挥物修炼 修为在短时间内全都得到了大掌 贝云长的内心逐渐下沉 冷汗直冒 这下完蛋了 我似乎有些打不过呀 整个宗门上下 近八成弟子都背叛了宗主 只为得到缥缈心经 贝云长的内心逐渐下沉 冷汗直冒 这下完蛋了 我似乎有些打不过呀 宗明冷冷一笑 师父 你大势一举 交出缥缈心经 我们还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贝云长都不知该用什么表情 来面对这场变故 只能凄凉一笑 咬牙道 死了这条心吧 你这辈子都别想得到缥缈心经 早死 宗明低沉的抱贺一声 当即运转法力 向着贝云长功法而去 其他弟子也都是紧随其后 白色的剑气锋利无比 瞬间变化为了恐怖的剑王 将贝云长笼罩其中 因为吸收了灰雾的缘故 十几名弟子的修为统统暴涨 而且出手很辣 丝毫不念师徒之情 很快就将贝云长压制 在其身上留下了树道伤痕 宗明的瞳孔已完全变成了灰白色 冰冷道 新时代已然降临 迂腐的人 注定会被时代所淘汰 师父 不是你没有选择灰雾 而是你被灰雾抛弃了 说吧 他周身的气势瞬间拔高 手上的攻势也更为灵力 直接向着贝云长发动了致命一击 就在这时 一股磅礴的威压轰然降临 眨眼间便进入了大殿 欺失灭祖 天理不容 这声音如同炸雷一般响彻在每个人的耳朵 随后就见萧成风双手赋于身后 不紧不慢地踏步进入大殿 逼格满满 宗明惊骇欲绝 颤声道 来者何人 抱上明来 哈哈 萧成风冷傲一笑 悠悠开口 天不声我萧成风 见到万古如长夜 宗明不甘道 萧前辈 我们无冤无仇 这是我们飘渺宗的家世 你为什么要插手 萧成风冷冷道 你们被不祥挥舞迷了心志 入了魔道 自然该除 这时 天宫的众人才姗姗来迟 杨简大老远就破口大骂 萧成风 装逼适可而止 一路走来 你都重复多少次了 出场词能不能换一换 据灵神也是接口道 就是 这已经是第十六词了 你不嫌反 我们听的都反了 萧成风反驳道 我这不也是为了 打响天宫的名气吗 你们怎么好意思说我 这里就数我最近也好吧 众人的出现 让整个飘渺宗的空间 都直接凝固 虽然没有特意散发出气息 但是偶尔的威压 依旧让人喘不过起来 被云长头皮发麻 没想到在宗门灭亡之际 居然会突然来了这么多大王 他连忙恭敬道 被云长见过诸位前辈 感谢前辈们的救命之恩 哈哈哈哈 不用客气 萧成风笑着摆了摆手 接着道 不介意我们帮你清理门户吧 不介意 当然不介意 各位前辈请便 当即 萧成风大手一挥 身上的长剑腾空而起 将所有弟子统统掩灭 君君道人 则是轻车熟路地 拿出一个水晶球 将那些弟子身上的 不祥挥舞抽出 直接封印 这个时候 又有三名弟子进入大殿 对着被云长道 世尊 你还好吧 被云长点了点头 关心道 外面还有其他人吗 其中一人道 还有三名小师弟 伤势很重 正在门外疗伤 被云长面露悲戏 若大一个宗门 居然就只剩下 这么几人幸存 太凄惨了 杨检安慰道 你这种情况 已经很幸运了 我们一路走来 父子相残 夫妻反目的现象 数不胜数 很多宗门都是满门见面 聚灵神也是点头附和道 没错 有些宗门 全宗都借助了挥舞修炼 被我们禁述清理 你们还能忍受住 挥舞的诱舞 实属不易 被云长心有余悸计道 各位前辈了 杨检开口道 我们这次过来 就是为了抹去世间不祥 你们这附近 不祥挥舞最为浓郁 你可知道 西南方向有着什么吗 这个吗 被云长的脸色微微移动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们想要找的不祥挥舞 肯定跟那圣气有关 圣气 众人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快详细说说 本来西南方向有一座山 名为迷雾 是一处决地 被云长微微到来 但凡进入山都会受到迷雾的影响 方向难辨 神识陷入幻境 就算是第一步至尊进入其中 都很难走得出来 原本大家都只当那里 是一处普通的天然绝地 然而就在几天前 伴随着不祥挥舞的爆发 那处山谷居然有着 某种可怕的存在随之苏醒 我也是最近才听到消息 原来那处山谷 居然盘踞着一条上谷圣龙 在挥舞到来之前 它一直都在沉睡 那些迷雾 只不过是它在沉睡之时 所吐出的圣气 从而形成了迷雾山 什么 上谷圣龙 天宫的众人 巨师目光一鸣 他们对于这种存在并不了解 但是可以在沉睡状态 光凭本能的吐息 就形成一大片绝地 足以说明其可怕程度 杨姐沉生道 伴随着不祥挥舞苏醒 很可能这条圣龙 便是这里挥舞浓郁的根本原因 君君道人眉头紧重 也不知这条圣龙是个什么境界 被云长开口道 各位前辈 在这条圣龙苏醒之前 曾经有人打探过 迷雾山谷的情况 一旦陷入其中 会时时刻刻有着幻境映入脑海 被云长开口道 各位前辈 在这条圣龙苏醒之前 曾经有人打探过迷雾山谷的情况 一旦陷入其中 会时时刻刻有着幻境映入脑海 混元大罗金仙只能坚持一个时辰 之后便会永远沉沦 第一步至尊可以坚持五个时辰 超过时间 同样会被幻境操控 萧成风不由地惊讶道 我操 这圣龙居然还有操纵人神志的能力 被云长点了点头 如今圣龙苏醒 迷雾的威力更甚 而且正在迅速地向外扩张 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飘鸟宗也只能搬离这片区域了 君君道人的眉头不由的一条 如此看来 这条龙就更逃不了与灰雾的关系 他刚刚苏醒 正是最狂暴之时 这才会让圣气蔓延 各位前辈 西南方还有一个宗门 名为云霄阁 算是这一代的顶级势力 阁主和副阁主都是第三部至尊 但自从被迷雾所吞 就没有一人能够出来 被云长的语气中带着提醒 并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天宫众人送死 就连第三部至尊都深陷迷雾 足以给出最强警示 不过 这种困难显然下不到天宫众人 他们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消息之后 便离开了飘渺宗 直奔迷雾山谷 半路上 众人将一张地图摊开研究 上面所画的 正是迷雾山谷周围的情况 只不过有很多地方 如今都已经被迷雾笼罩 君君道人皱眉道 杨简 此事你怎么看 杨简若有所思的开口 从地图上看 原本的迷雾山谷只是这一片区域 但是仅仅五天时间 就已然扩散了五倍不止 也就是说 直接将附近的两大城镇以及三大宗门 还有无数的野外生灵统统笼罩 情况很不乐观 女娲也是凝重的 如果圣气真的只是控制神志 那么在被控制的这段时间内 完全可以逃离出来 因此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圣气还可以使人迷失方向 从而让人深陷其中 直到被彻底控制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无比棘手的问题 肖成风的语气中透着苦恼 接口道 一旦进入迷雾 即可能会遭遇 被圣气所操纵的那些修饰的围攻 若是不能及时脱身 被圣气迷失神志 也就是迟早的事情 很快 众人便将圣气的恐怖之处统统分析出来 但是却无法找到相应的对策 而且除了上面的问题以外 还有一个最为无解的问题 那便是如何找到圣龙 根本毫无头绪 杨简正重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圣气必须进去 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更多的信息 没错 巨灵神当即点头附和 我的脑子虽然没有你们灵活 但是我就认准一个子 为了高人 就是干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天宫众人的一致认同 不过 这种情况自然不能倾巢而动 最终决定 由杨简 肖成风和巨灵神三人打头阵 先进入圣气中试试水 一切敲定 众人继续向前赶路 不多时 前方一团灰色的雾气便映入眼帘 这灰雾如同一个屏障 将一大片区域筒筒封锁 军军道人不由的眉头一皱 根据地图所示 灰雾居然已经蔓延到了此处 这扩散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快上很多 巨灵神则是迫不及待到 这就是圣气吗 我倒要看看 它会如何影响我的神志 你们退后 让我先来 等等 先别急 杨简摇了摇头 却是目光悠悠地看着一个方向 那里 一对修士正在慢慢靠近 他们一行五人 身上的气息并没有刻意遮掩 三名第三不至尊 外加两名第二不至尊 他们同时也看到了天宫的众人 一名老者走过来拱了拱手 笑着道 平道作私道人 见过各位道友 君君道人也是笑着回 平道君君 幸会幸会 道友这是要进入不祥挥晤吗 没错 作私道人点了点头 名声道 不祥挥晤将士 引发了无数动荡 导致元界大乱 此为祸乱之源 必须除掉 杨简不置可否的开口 道友还真是有着一颗 纯粹的除谋味道之心 不过他心中也微微提起了一丝防备 上来就把话说得如此大意凛然 若不是真有赤子之心 那就是别有所读 作私道人也看出了杨简的顾虑 微微一笑接着道 说纯粹可不敢当 我们也同样有着私心 杨简问道 什么私心 各位难道没听说吗 元界的各方大事全都做出了承诺 但凡捕获到足够的挥晤 就算是为天下做出了巨大贡献 便可以进入他们的秘境中获得机缘 若是能够进入他们的秘境之中 不管是获得法宝 还是传承 那绝对都可以说是一步登天 什么 其他势力也在收集不祥挥晤 天宫的众人纷纷面色一动 心中大为震恨 作私道人解释道 也不能说是收集 他们承诺 会将那些不祥挥晤彻底抹去 且 挥晤到了他们的手里 谁知道是抹去 还是做其他的事情 君君道人心中冷冷一笑 他也搞不准那些势力 是真的为了彻底抹去不祥挥晤 还是另有所图 这个时候 作私道人却是主动发出了邀请 既然你们也要进入圣气之中 那不如我们结伴而行 诸位意下如何 誓出反常必有邀 人若反常必有刀 结伴而行 杨简等人巨是心头微动 看着作私道人五人 却见他们脸上 巨是露出友善的笑容 眼眸中凑着满满的真诚 杨简等人相互对视一眼 当即道 好啊 那就请诸位多多关照 不过 当得知君君道人和女娃并不进入圣气中时 作私道人的眼底顿时闪过一丝失望 片刻之后 一行八人便先后踏入了圣气的范围之内 刚一踏入圣气 众人就感觉自己好似进入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就算以他们的修为 居然也只能看清十米之内的东西 千万不要轻易散开神识 作私道人出言提醒 圣气最可怕之处 便在于对神识的限制 将神识散在圣气之中 看到的只会是一堆幻影 而且很快就会被迷了心智 杨简的眉头微微一挑 看来作私道长对圣气很了解 作私道人笑着道 为了对付上古圣龙 自然是做了一些功课 杨简点了点头 转身看向后方 他们只不过才刚刚踏入圣气 然而后面的路就已然看不清了 作私道人解释道 只要进入圣气之中 便会方向颠倒 左右难分 你觉得自己是在向前 说不定是在向后 除非找到圣龙本尊 并将其斩杀 否则根本走不出去 萧成风迫不及待道 作私道长 你可知道如何找到圣龙的本体 作私道人长叹一声 摇了摇头 圣龙天性狡诈谨慎慎 只能凭我们的运气和本舌 众人一边交谈 一边谨慎地向前行走 突然 他们似乎心有所感 脚步巨士猛的一顿 下一刻 伴随着一阵低沉的嘶吼 一道道身影从迷雾中走了出来 他们全都是被圣气所控制的妖精 此时巨士现出了原形 庞大的身躯承包围之势 向着众人步步逼近 萧成风惊讶道 聚集埋伏 这可不像失去神志所能做出的事 应该是圣龙在背后操纵 这说明圣龙已经注意到我们了 话没说完 就听吼的一声 那些妖兽早已经等不及了 黄吼一声 便向着众人扑去 只不过 他们的数量虽然很多 但实力却不强 很快就被杨检等人轻松收拾 众人继续在圣气中行走 期间不停地遭到各种生灵的攻击 而且实力也越来越强 而他们对于圣气依旧无可奈何 更是连圣龙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转眼就是三个时辰过去 众人的步伐越来越慢 梅雨间已然出现了劈腿 呆得越久 圣气对神志的侵蚀就越强 杨检忍不住道 作思道长 这种情况怎么办 你可有办法出去吗 作思道人的眼神突然变得诡异起来 冷冷道 我当然有办法出去 只要你们将身上所有的宝物都交出来 我就带你们出去 如何 另外四人没有说话 只不过脚步一动 不知不觉间 就已然将杨检三人团团包围 据灵神眼眸一宁 沉声道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其中一人戏谑道 笨蛋 这都看不出来吗 打 打结 ICIP IQ卡 瞳孔告诉我密码 杨检平静地问道 就算我们交出了宝物 你们同样走不出这片圣气 有什么用 你真当我们跟你们一样 没有任何准备就敢踏入圣气 作思道人哈哈一笑 随手一挥 一个金色鼓中便瞬间悬浮于他的头顶 鼓中之上有着阵阵钟声传出 形成声波将作思五人笼罩 他得意地笑道 可以针对圣气的宝物击少 而我这镇魂中正好就是其中一件 可保护神是不受影响 让我在圣气中多待几个时辰 至于你们嘛 现在差不多已是强弩之末了吧 作思道人圣券在握 这个套路他已然是烂熟于凶 杨检是他们送入圣气的第四批客户 而他也借此获取了不少宝物 纵然是第三不至尊 陷入到圣气之中 也只能乖乖献上自己的法宝 所以你们是故意守在圣气附近 专门做打劫的够档 肖成风一边说 一边将手握在了剑柄之上 你们虽然没有吸入不祥挥物 但是所作所为 却比他们还恶 将圣龙作为发财的工具 可恶 作思道人冷冷到 少废话 赶紧把宝物交出来 就凭你们如今的状态 难道还想跟我们交手不成 杨检开口道 最后一个问题 你怎么保证 我们能安全离开 作思道人微微一笑 这个你们不必担心 我有一件足以抵挡圣气干扰的宝物 虽然没什么威力 但却可以锁定住一个方向 圣气会迷惑感知 让人偏离方向 这才会一直走不出去 若是可以锁定一个方向一直走 自然是可以走出去的 听闻此言 杨检立马露出了一丝血笑 原来如此 那我们也有准备 作思道人眉头微微一皱 心一道 什么 你们也有准备 哈哈哈哈 你们不就是我们的准备吗 杨检大笑着指了指他们 接着冷哭道 都别动 打劫 此话一出 作思五人顿时愣住 纷纷难以置信地看着杨检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作思道人冷笑道 哈哈 就凭你们 还想抢夺我们的宝物 真是自不量力 作思道人冷笑道 哈哈 就凭你们 还想抢夺我们的宝物 真是自不量力 你们受到圣气的干扰 能发挥出三成实力就不错了 而我们有着振魂中 可以抵挡圣气 再加上人数优势 你们根本没有丝毫机会 谁之话没说完 就见杨检三人同时拿出一块抹布 然后一脸嫌弃地绑在了自己脸上 我操 萧成风的脸当场就绿了 一边恶心一边道 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我居然会主动戴上这个玩意儿 是啊 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重了 聚灵神的眼泪都被熏出来了 不过嘴上却是清醒的 太他妈上头了 就连神识都清醒了不少 还好没有拒绝那两个挑分的 这怎么可能 你们捂着一块破布就能抵挡圣气 作思道人难以置信地瞪大着眼睛 他从抹布上 根本没有感受到任何灵气波动 分明连法宝都算不少 怎么可能抵挡圣气 臭点好啊 提神醒脑 杨检克制住肝偶的冲动 表面上依旧保持着平静 淡然道 是抹布的神秘 又岂是你这种货色能够看穿的 你只需要知道 它足以让我们在盛气中出入自由 呵呵 你们一定是在虚张声势 作思道人冷冷一笑 别信他们的鬼话 大家动手 说罢 五人同时行动 纷纷抬手 每人都射出一把锋利的匕首 这五把匕首本是一套质宝 却有五人各自操纵一把 摆出可怕的阵路 杀戮气息瞬间便将这片空间封锁 哎呦 五件四品大道质宝 凝聚成的阵法威力 已然超过了六品大道质宝 是啊 明明是一套法宝 却有五人分别驾驭 说明单凭一人 根本发挥不出这套法宝的全部威力 确实厉害 杨检三人被五把匕首死死困住 却还在漫不经心地分析着 他们五人的实力真的很强 而且做事滴水不漏 就算是笃定我们实力大损 出手依旧是毫不留情 三人的态度 顿时让做四道人感觉到了侮辱 阴沉着脸冷笑道 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法酒吧 大话一堆 那就让我瞧瞧你们的能耐吧 话音落下 五把匕首形成的杀戮空间就骤然收缩 匕首好似毒蛇般与空间融为一体 肉眼根本看不见 与此同时 杨检三人也是同时出手 三尖两刃刀横扫而出 速度极快 以一个刁钻的角度 直接刺向面前的续空 萧承风则是冷酷一笑 背后的长剑瞬间出窍 剑光如同银河一般横扫而下 巨灵神更是狂吼一声 手握双腹 不退反镜 向着面前的虚空狠狠批出 当当当 五把匕首全被震退 杨检三人如同沉睡的巨龙猛地苏醒 身上的气势轰然爆发 压得对方五人喘不过气 这怎么可能 你们居然真的没事 作私道人依旧不敢相信 然而 杨检三人并不准备给他们思考的时间 直接法力运准 欺身上前 分别向着三名第三不至尊杀去 哈哈哈哈 很不幸地告诉你们 你们这次踢到钢板了 萧承锋大笑一声 周身剑气化为无尽的浪涛 将一名第三不至尊笼罩 攻势凌力无凭 作私道人一共五人 三名第三不至尊 外加两名第二不至尊 人数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 然而 面对杨检三人的进攻 却只能疲于应付 甚至连反击都做不到 作私道人的新竹剑下沉 原本他还抱有侥幸心理 觉得对方不过是临死前的反护 虚张声势 但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 那三人脸上戴着的抹布 居然真可以抵挡圣骑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奇葩的宝 天眼圣光 杨检用三尖两刃刀将作私道人压制 同时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陡然射出一道金光 威士涛涛 作私道人的护身法宝瞬间被其洞穿 接着更是直接没入他的胸头 让他的身子倒飞出去 杨检的眉头微微一挑 惊讶道 妈的 不愧是打劫的 身上的法宝就是多呀 我这第三只眼 可是得到不高人赠予的机缘 血脉进化 威力堪比大道神通 一旦被其射中 不仅仅是肉身受损 而且对元神也有着几大伤害 这个作私道人 显然是有着保护元神的法宝 否则的话 刚刚那一击 绝对足以让他失去战斗力 一群老鹰逼 你们从一开始就在提防着我们 作私道人一边后退 一边京剧地看着杨检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三人居然如此变态 无数天才地宝的犀利 定然到不了如此凝聚的地步 并且他们的神通和手段也远超同级 若是没有可怕的背景 绝对培养不出此等实力 杨检笑着道 从见到你们的第一眼开始 我就察觉到你们心怀不滚 哪有人一见面就表现得那么忠误 而且你们五个人 全都表现出一样的热情 就更加不正常了 作私道人不甘道 秀平这一点 我们真是大意了 不不不 当然不止 杨检摇了摇头 继续道 等进入肾气之后 我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被肾气困住 你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慌张 但是眼神却极为平静 这可不像是陷入绝境之人该有的样子 没想到 你们居然真有走出肾气的方法 现在把宝物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们不死 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 想要出去 做梦 做私道人冷冷一笑 抬手一挥 顿时飞出了数个护身法宝 将自己照得严严实实 他自知不是对手 已经萌生了退役 另外四人也是心有灵犀 且战且退 然而养解三人的动作更快 一剑隔生死 萧承风哈哈一笑 抬手向着其中一人指去 下一秒 长剑直接将那人的胸口刺穿 连同元神一起烟灭 临死前 他似乎还不敢相信 自己那么多的护身法宝 为什么连一招都抵挡不了 然而萧承风可没空与他 当即抬手 又对着另外一人指去 那人吓得头皮发麻 刚准备闪躲 就觉得胸口一疼 低头一看 长剑已然将其刺穿 哇呀呀 萧承风 你不讲武德 居然挑两个最弱的下手 巨灵神气的哇哇大叫 感觉自己被抢了人头 他一边嘶吼 一边将手中的斧头狠狠劈出 恐怖的威压顿势化为了滔滔气了 将作斯三人统统淹没 这家伙 好强的力量 这群人究竟是什么来历 个个都是同皆无敌 太惊悚了 作斯三人内心苦涩 毁得肠子都清了 就在这时 周围突然有着一道道恐怖的气息传出 所有人的心都是猛的一跳 杨姐沉生道 又有五名第三部至尊来了 应该都是被肾气操控的怪物 作斯道人则是心头狂喜 越混乱 他就越容易脱身 大家快跑 分开跑 他扯着嗓子大吼一声 头也不回地向着一个方向冲出 另外两人的脸色瞬间阴沉 妈的 说是分开跑 其实就是把他们两人给卖了 因为植入的法宝只有一个 就在作斯道人身上 真是个傻貌 萧承风直接笑了 他们心照不宣地放弃了剩下两个 一同朝着作斯道人追去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作斯道人身上的那个指路法宝 眼看着杨姐三人直奔自己而来 作斯道人这才发现自己做了个大死 顿时绝望到了极点 他扯着嗓子嘶吼 二弟三弟 刚刚是大哥考虑不周 我们三人联手 才能有一线生机 快来救我 太迟了 萧承风三人巨视冷冷一笑 与作斯道人的距离飞速拉近 即便另外两人想要营救 也已然来不及了 作斯道人连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对付不了 更何况还是三人联手 眨眼间就灰飞烟灭 快走 杨姐将作斯道人身上的宝物统统掠夺 然后带着萧承风和聚灵神 一边跑 一边寻找着那个可以指路的法宝 片刻之后 他们终于找出了一根金色指针 引导着三人向外飞去 仅仅是一盏茶的功夫 便逃离了盛气 军军道人他们还守在原地 见到杨姐三人出来 脸色顿时一松 露出了笑容 不过下一刻 女娲就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口意 没想到 这盛气竟如此诡异 你们进去一趟 居然生出了这种癖好 可怕 太可怕了 三人顿时一乱 连忙将脸上绑着的抹布取下 无奈地解释道 别误会 这是克制盛气的法宝 非我们所愿 女娲这才笑着道 原来如此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来此行还挺顺利 杨姐点头道 运气不错 遇到了坐斯五人 倒是少走了很多弯路 军军道人哈哈大笑 我猜得果然没错 那群人应该是一只手在这 大概率还有着出入圣气的伴 肖成风由衷地感动道 是啊 他绝对是一位很好的向导 军军道人则是面容疑素 突然问道 对了 圣气中情况如何 杨姐摇了摇头 不太乐观 圣气会干扰视觉 无法看出太多东西 而且 旗内的所有生灵都已经被圣气控制 会围攻进入者 我所知道的已经有五名 不对 现在至少有七名第三部至尊深陷其中 军军道人眉头紧锁 也就是说 你们根本没遇到圣龙 这就奇怪了 圣龙为什么不出来呢 按理说 里面都是圣龙的地盘 以前在沉睡中也就算了 如今他既然已经苏醒 除了扩大圣气之外 居然任由别人在他的地盘中肆意行动 这有点说不通啊 杨姐也是点头道 是啊 进入圣气之后 圣龙除了会操纵别人来对付闯入者外 本尊居然从来都不曾现身 这和其他的妖兽完全不同 肯定是出有因 女娲接口道 圣龙之所以不出现 很可能是因为 他的最强手段就是圣气 而本尊并不是很强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有办法 在圣气中找到他的本体 就可以轻松将其拿下 杨姐笑着道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 有了挑分的抹布 圣气无法控制我们的神识 只需要想个办法 对付被圣气所操纵的那群人就可以了 君君道人看着抹布 突然一个机灵 我想我应该有办法了 世尊 别卖关子了 快说吧 杨姐等人拒势眼前一亮 期待的看着君君 这是有点麻烦 毕竟涉及到高人 还是先回落仙山脉再说吧 君君道人没有回答 如是说道 这是有点麻烦 毕竟涉及到高人 还是先回落仙山脉再说吧 君君道人没有回答 如是说道 随后 众人也不再耽搁 立马踏上了返程 当到达落仙山脉之时 女娃忍不住凝众的 君君啊 你不会是准备请高人出手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就必须要阻止你 想啥呢 你当我脑残吗 君君道人直接翻了个白眼 你们等着看吧 片刻之后 他们来到了那群野位所在的地 王尊和苏晨正在兢兢业业的挑粪 面容肃穆 似乎还玩出了花火 以各种高难度的姿势挑粪 让天宫的众人大掌见识 妈呀 想不到两位道友 居然连挑粪的动作都如此气和大道 显直是美轮美奂 佩服 太佩服了 君君道人当场给予了肯定的掌声 并且还放了一波彩虹屁 但王尊却不为所动 阴阳怪气道 各位 你们怎么有空来我们这里 这臭味你们能受得了吗 君君道人历史恳切道 两位大佬物怪 上次是我们格局小了 不知道这味道的美妙 错怪了二位的良苦用心 我们有罪啊 杨简的神色微微一动 已然猜到了君君的打算 当即也跟着帮腔道 是啊 上次两位所送的妈布 可是帮了我们大忙 几乎是救了我等的性命 王尊笑着道 所以你们这次来 就只是单纯的为了联络感情呗 当然 主要是联络感情 顺便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是吗 说来听听 我们想要 借一点粪便 什么 王尊和苏晨同时大吃一惊 连连摇头 不可能 这可是高人后院的专用肥料 一点也不容有失 想见 你们还得起吗 不行不行 万万不行 王尊语气坚决 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承蒙高人看得起 给了我如此重要的工作 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 走走走 你们赶紧走 君君道人焦急道 王兄 我们这次也是为了给高人办事啊 你还记得打起仙子所交代的事情吗 有了这份便 咱们才能完成任务 为高人分忧啊 肖成风也是连连点头 劝诫道 是啊 这次真的至关重要 大家都是为了给高人做事 咱们目标都是一样的 此话一出 王尊的情绪顿时缓和了不少 陈寅片刻开口道 你们把情况具体说说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条慎龙是咱们这次的目标 当即 君君道人把自己的遭遇和计划全都说了一遍 苏晨开口道 也就是说 你们要借助这份便去对付圣旗 是啊 这份便的味道甚是上头 可以直接唤醒幻境中的人们 让慎龙变成光感私立 妈的 这等份便和其珍贵 岂能如此大才小用 王尊拍着大腿感到无比心痛 不过想到事关高人的任务 又有些拿不定主意 杨检拱手道 王尊大哥 此事能不能成 就看你舍不舍得割爱了 王尊叹声道 这不是我割不割爱的问题 这些可都是高人后院的肥药 少一丁点我都没法向高人交代 更何况你们还要很多 一边说着 他一边默默地扫了一眼那群野卫 君君道人立马会议 悠悠道 王兄 要不让那群野卫都努努力 加快一点进度 他们可是高人包养的野卫 这种关键时刻 必须得出力 听闻此言 那群野卫顿时身子一阵 我操 这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平时已经很努力了好吧 看到我们都瘦得皮包骨头了 不带这么压榨人的 却听杨检接口道 对对对 王尊大哥 这东西就像海绵里的水 急急总是有 肖成风也是负荷道 实在不行 我可以帮忙 把他们都打出尺来 那群野卫抚去一阵 妈的 你们说的还是人话吗 也罢 苏晨 你就带上一桶粪便 跟他们去吧 记得一定要省着点用 用不完都给我带回来 王尊长叹一声 接着又对那群野卫下令道 通知下去 即日起 全员加班 粪便不达标的 不准睡觉 野卫们纷纷摊倒在地 老天爷啊 说加班就加班 还有没有天理了 王兄大气 天公众人顿时大喜过望 连忙催促着苏晨带上粪桶行动 片刻之后 圆界中有不少势力都在收集挥舞 甚至悬赏出秘境名额 他们一来一回 花费了足足五天的时间 中途没有丝毫停歇 不过兴致依旧高涨 因为胜利就在眼前 君君道人满脸期待 苏晨道友 就是这里了 还请道友交奋 好的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苏晨点了点头 接着面色一素 熟练的大手一挥 开始向圣气中颇奋 这手法极为奇异 看似不经意的挥洒 却有视云不语智能 星星点点的液体笼罩续空 刚好将整个圣气围笼 呼风唤雨 女娲微微一笑 施法对着天空一抹 又细又密的雨水立势从天而降 与苏晨的星星点点汇聚 洒向圣气中的每一个地方 圣气之中 一群群生物漫无目的飘荡 它们的脸上 都带着诡异的表情 或是兴奋 或是猥琐 或是疯狂 或是激动 显然都沉浸在各自的幻境中 无法自拔 突然 稀稀利利的雨水 如同莲幕一般 顿时落在了每个人的身上